有很大的犀牛耶 哇,他有跑 超大隻 Hello,各位早安,我是Max 現在是早上的8點鐘 也是我來Double達伯的第二天 今天呢,我要去一家非常出名的動物園 因為呢,他非常像非洲 那我們上市準備一下 馬上出發 Let's go 出發,前往這個很出名的 Toronga Western Zoo 因為Double呢,算是一個紅土壤的地區 所以裡面的土質呢,是偏紅色的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到底像不像非洲大草原 我們現在先去車裡面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呢 就來到這個Toronga Zoo Toronga Zoo在悉尼有兩個 第一個當然是在悉尼市區 那麼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叫做Double 在Double這裡有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野生動物園 這個動物園呢,跟其他感覺有點不一樣 這邊有點偏非洲放養式的吧 裡面都是很開放的一個園區 那麼現在呢,我們由我們的老大哥啊 來開這個電動車 如果大家不想走路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直接開車進來看動物 非常方便 但是如果你想再享受一下這種開闊的 享受這種自由奔放的感覺呢 就可以租這種電動車 三個小時69LB啊,OK的 那麼現在呢,我們先去看一些比較特別的動物吧 好,現在呢,我們就來看這個黑犀牛 欸,有很大的犀牛耶 哇,他就跑 哇,超大隻 超大隻 OK,現在呢,我們去前面看場景路 我們來看這個攤子 我們來看這個攤子 我們去看這個攤子 跳一下 什麼呢 我們來看這個攤子 我們去看這個攤子 這樣我們看這個攤子 很正在這裡 我們來看這裡 对,刚刚我们看了长领路,长领路还是蛮可爱的 他们吃东西的样子很搞笑 然后现在呢,温度还不错 我还以为今天的温度会很热 我们现在呢,要去下一个地方看动物 这台车我们租三个小时 所以还要抓紧时间去探索一下这个Taronga Zoo 我们现在呢,是看到了这个羚羊区 对,这边有很多羚羊 现在呢,在远处就有很多头白犀牛 跟刚刚黑犀牛体积比起来这些都大很多 现在是午休时间嘛,他们也在午休 那么我们就不要打扰到他们 我们拍几张照,我们就去下一个景点啊 这个看下去呢,很像身处非洲的感觉 现在来这个 这个瞭望台,高塔里面 大家看一下 OK,现在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比较可爱的小生物吧 里面有个园区 我们可以这样进去 我们可以这样进去 OK,我们今天一天的Taronga Zoo 我们今天一天的Taronga Zoo 这个动物园呢,就逛完了 我们现在先回Motel 看看就晚上吃什么东西 OK,我们出发回酒店 嘿嘿,那么现在呢,我就回到了酒店里面 我们亲爱的热心网友啊,正在做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 我们晚上吃什么呢? 就是水煮鱼 酸菜 有每个火腿肉 哦,这什么鱼 这是巴萨鱼 哎哟,很不错样子 没有骨头 很棒 这个酒店非常神奇的地方是在于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的炉子呢,是跟微波炉连在一起的 哇,竟然上我们的水煮鱼就做好了 感谢我们亲爱的房东 超厉害 看一下 我们开始吃吧 好,开始吃 OK,各位 现在呢,我就已经躺在床上面了 今天一天下来呢,非常非常的累啊 在动物园里面呢,玩了足足一天啊 那么明天呢,我会带大家去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着许多许多的葡萄酒厂 那Max明天会带你去品尝一些特别的红酒 那么现在已经很晚了 那么明天再见 哈喽,各位早安 今天是我来Double的第三天 带大家去看另外一个比较出名的景点 就是Botanic Garden 它是一个比较偏日式的一个植物园 那么今天呢,我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这个比较特别的植物园 Let's go OK,那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以后呢 我们就来到这个叫做Magi的小镇 我们就要中文叫马奇 马奇镇呢,最近几年的也是比较流行 这个小城镇呢,它有点像猎人谷Hunter Valley 出产葡萄酒而闻名的 那么现在呢,我身后这个是Honey Heaven 这一家是专门卖蜂蜜的 在网络上呢,都非常非常有名 那么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尝试一下这里的蜂蜜 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吧 这个是辣椒蜂蜜耶 我想尝一下这个辣椒蜂蜜耶 它这里都可以来品尝不同口味的蜂蜜 你可以用这个小棍子去尝这些不一样的蜂蜜 有香蕉口味 这蜂蜜口味也太多了吧 OK,然后这边有很多不同品牌的一些蜂蜜 当然在澳洲比较出名的算是毛鲁卡蜂蜜了 对味非常不错 这边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不同牌子的蜂蜜 哦,这也是醋耶 这也是醋,叶水果醋 看这个蜂蜜超辣 看这个蜂蜜超辣 很辣 好的,我决定来买一罐小小的 chili chili honey 就逛完了这个 honey heaven 我现在要回到车上 去下一个景点 下一个景点我们要去一家酒庄 看这个比较好 现在还要在街上 没有想跳我的蜂蜜 我现在看这个蜂蜜 我现在看这个蜂蜜 然后跟我的蜂蜜 大家要跟这些蜂蜜 做得好 看到蜂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